在济世西府内城中 济益川正陪着妻子玉池雪 时而朝门外张望 忽然 透过门外 看到远处高空中 一只青燕鸟的背上 有着两个人 一个是一身红衣的济红花 另一个 则是火红长发的灰袍老者 济益川一眼就认出 那位就是 整个济世内的真正支柱 济世族长 济酒火 雪儿 雪儿 租长来了 济益川连喊道 青燕鸟落在院子内 那一身灰袍的火红色头发的济酒火 漫步而下 却是两步就走到了屋子门外 益川 济酒火的笑容 让人会心中宁静 传说 济酒火在年轻时 也是一个无比火爆的性子 不过因为济酒火活了近四百年了 整个济世西服年龄最大的也就一百多岁 自然 关于济酒火年轻时候的事只是一些传说而已 族长 济益川看着族长眼中有着焦急之色 雪儿他 我已经听红花说了 济酒火点头道 让我先瞧瞧 嗯 济益川当即在前面先走 而此刻济远迟雪已经下了床 也恭敬行礼 济迟雪见过族长 在济益上伸出了一手指放在济迟雪的手腕处 手指轻轻一点 顿时一点火红色光滑 就迅速弥漫笼罩了济迟雪全身 这一刻 济迟雪仿佛笼罩在火焰之中 济益川在一旁紧张看着 济酒火则是闭着眼睛 足足斩查功夫 济迟雪提表笼罩的火红色光滑才消失 济酒火也才睁开眼睛 面对充满期待之似的济益川 济酒火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轻轻摇头道 病根深重 无力回天 啊 济益川脸色都白了 济酒火又道 你妻子当年也是先天圆满奇数 在一场劫难中受了伤 根本就罢了 那时救治还来得及 你妻子却还施展了消耗生机的秘书 在已经受重伤的身体上 硬是又来了一道 病根深重啊 除非有适合凡人延长寿命的丹药 否则也别无他法 适合凡人延长寿命的丹药 济益川看向妻子 济迟雪也看来 二者视线焦距 济迟雪轻声地说道 一串 我的病 我知道 如果仅仅是延长寿命的丹药 虽然无比珍贵 可既一串倾家荡产 再将济宁给他的数千件 不入流的法宝 接近卖掉 再向济石借点 或许也能弄到一份 可如果加上一个条件 适合凡人用的 那价值顿时就提升了好几个层次 越是厉害的丹药 药力就越强 能延长寿命 那是逆天的丹药 还要让凡人脆弱之躯 能成数的丹药 那珍贵程度 远远不是既是这样的不足 能寄予的 一串 济酒火也缓缓的 我也炼制了些丹药 会立即派人送来 你夫人应该还能有三个月的寿命 三个月 济一串脸色都变了 浴池雪则是露出笑容开口道 一串 济一串连转头看向妻子 浴池雪笑着道 能有三个月 比我预料的还要好了 我不后悔 当初我那么做 也是让宁儿生下来 如果不生下宁儿 或许我能活二十年 可是那样二十年 我都会一直生活在悔恨中 而现在 我是很开心的过了十年 够了 够了 你去让宁儿回来 我想要见见她 她在我身边 一切都好 嗯 济一串脸点头 稍微一丝量 当即喝道 黑熊 青夜鸟 顿时 外面走进来一道黑衣人影 和一青衣女子 正是那黑色大蛇 和青夜鸟所画 黑熊 济一串脸道 你的声音 济宁很容易能分辨出来 所以你现在就成青夜鸟 速速前往我济石和铁木石的交界处 说着 济一串手中出现了一幅地图 他略微看向门外 以确认方向 再仔细感应了下济宁携带的预见的位置 济一串看着地图 很快确定一点 他手指轻轻一点 点了地图上的一座山峰上 一点血迹染红了那儿 济宁现在的位置一直没有动 根据我的感应 虽然距离远 有所偏离 可肯定在这座山的百里之内 你只要乘坐青夜鸟 到那座山的上空 而后高声喊济宁 说他母亲病危 让他速速归来 他一定能听到 是 黑衣人连声应道 一传放心 我一声喊 济宁的听力又远超常人 怕是两三百里内都能听到 声音传百里 凡人做不到 可是对先天生灵倒是容易 像济宁当初在一蛇湖一声寒 也是传遍一蛇湖 青夜鸟 又得麻烦你一趟了 济宁川看向那青女子道 只是小事 青夜鸟的声音很温柔 这事不宜迟 我和黑哥马上出发 走 黑衣人也点头 黑衣人也点头 很快 带着地图 黑衣人站在巨大青夜鸟背上 迅速朝济室铁木式交界处飞去 宁儿 济宁川看着门外远处高空中的青夜鸟一飞而过 内心更是牵挂自己的儿子 济室接近死亡 他越是想见见自己的儿子 他最深爱的儿子 青夜鸟的速度是何等之快 一个时辰不到 就已经到了那座山的上空 就是这座山 黑蛇点头 从高空辨别参照物要容易得多 黑哥 立即喊吧 青夜鸟也催促 嗯 黑蛇看着下方当即妖力蕴含的声音中 大声喊道 纪念公子 竹母病危 速速归去 这一声高喊从高空中传播开 很快就传遍了周围两百里的山林 而就在他们正下方的这座大山深处 这两头灵兽却根本没发现 这里其实有着百万计的凡人 山腹中 那铁柱上绑扶着一个个先天生灵 在遭受着无尽的折磨 又要让他们无尽痛苦 还要尽量让他们活着 因为折磨持续的越久 这些先天生灵们的怨气才越大 怨气仇恨越强 形成的厉鬼也才越强 祭您公子 竹母病危 速速归去 遥远的高空传来了声音 虽然大山周围隐含大镇 镇内百万凡人哀嚎 声音咒骂都传不出去 可是外界的声音 却是能传进来的 就像那子府修士博子扇 在山底深处的密室中 虽然密室内一丝声音都传不出来 可外界声音却能传进去 这样也好更清晰辨别外界的情况 祭您公子 竹母病危 速速归去 声音在山腹内回荡了起来 声音是大的惊人 嗓文真大 谁在上面喊的 六名穿着华美的男女 朝山腹外上空张望 其中一名山羊胡子的男人说道 诸位师弟师妹 听到了吗 喊的是那继宁 继宁 竹母病危 蝎子女则是惊诧道 那继宁的母亲病危了 哈哈哈哈 一醉是魁梧雄壮青色头发的男子笑着 那继宁也是天才如妖的人物 任其成长 将来成就 不知何等可怕 可是现在 他活不过三日 又困在大阵中 明明上面他母亲病危 可是他现在 任凭他喊破喉咙 声音也根本传不出去 是啊 俊美少年感叹道 恐怕他现在 也是气得怒急攻心了吧 不得不说 这继宁是一了不起的人物 十一二岁就能杀了我们大师兄 可结局却如此悲惨 在绝望愤怒痛苦悔恨中死去 哈哈哈哈 这就是天才的结局 这些师兄妹们彼此感叹唏嘘 他们能够想象此刻继宁的心情 更是悲绝快意 夫人病危了 那玉池雪病危了 既是西府的梦鱼 既乌玉 瓦琼等人 也都是无比吃惊 愤怒 痛恨 心中也对纪宁生出了一丝怜悯 毕竟自己活不过三日 母亲病危 却又无法归去 这种痛苦是何等刺心呢 对 一切如山腹中那些师兄妹的想象 也如同梦于他们的担心 纪宁这一刻感觉到了痛彻心底的悲凉 母亲 母亲 纪宁眼泪都控制不住 痛得全身都发沉 心如刀脚啊 那个从小就爱她的女人 那个将她当作一切的女人 那个对着她总是情不自禁露出光爱宠溺笑容的女人 竟然病危 病危了 病危了 纪宁猛的摇头发出了无比痛苦的哀嚎 哀嚎声传遍整个大山 却怎么都传递不出去 而洞府内的六名男女听到这哀嚎声 甚至都不由心颤 他们能感觉到哀嚎中蕴含的无尽痛苦 公子 纪宁公子 梦于更是流下了眼泪 那个四岁就聪明绝顶和他学剑术的小娃娃 怎么会是这般结局 这比肉体的折磨还要痛苦 还要可怕 我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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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宁声音发颤 破阵 我要破阵 纪宁强行闭上眼 一股无比强烈的情绪充斥全身 充斥整个灵魂 他要破阵 必须出去 他要见到那个将他当作生命的女人 他要见她 否则他即便死去了 阴曹地府也会是无比悔恨 不甘心的 破阵 我要破阵 纪宁闭着眼睛 身体发颤着 魂魄在这股无比强烈超越生死的情绪下 更是达到极致 疯狂推演着阵法 纪宁的鼻孔都冒出了鲜血 耳朵也冒出了鲜血 虽然这股强烈的情绪已经伤身了 是他 纪宁神魂中不断变换的阵法忽然停下 一个无比复杂的大阵模型出现在脑海 一切因素接近蕴含 纪宁睁开眼 母亲 纪宁扬头发出了疯狂的嚎叫 我会回去见你 一定会回去见你 等着海儿 当即起身化作一道幻影 穿行在大阵中 只见纪宁身法如鬼魅 很快就到了一处依旧黑雾弥漫的地方 不过 在地面上却插着一根黑色的镇旗 镇旗上的符纹正在亮着 纪宁直接伸手一把抓住镇旗 猛的拔起 顿时原本遮天蔽日的黑雾瞬间消失一空 出现了清晰可见的大山景色 而远处正有不少仆从正惊愕地看向这边 什么 只见六名男女也冲出了山腹 惊愕地看向这边 破阵了 纪宁正手持镇旗 眼中有着疯狂之色 杀 杀死他 不惜一切杀死他 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忽然 一道间隙带着无比愤怒的声音从地底传出 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穿着华丽的六名男女也是高声喝着 他们很清楚 大镇已经被破 没了大镇的隐藏保护 他们很快就会被发现 而且纪宁一旦跑出去 消息会迅速传开 他们一样会被发现 迷阵 镇旗必须夺回 纪宁也必须斩杀 杀 杀死他 只见大量仆从都疯狂冲向纪宁 纪宁将镇旗直接收入自己的储物法宝中 同时身后的法宝双翼一阵 立即破空冲了出去 同时 只见无尽斥的火焰瞬间降临 大量的火焰环绕那些仆从开始焚烧起来 令那些仆从们都凄厉惨叫起来 仆仆群中三道身影 化作幻影直扑向纪宁 仙天生灵 纪宁一眼辨别出来 这三人都是仙天生灵 看来那修仙者老贼会下 有不少仙天生灵 杀死他 主人有令 杀死他 这三名仙天生灵眼中满是杀意 他们都是伯子善的仆从 被毒药控制着 也不违背伯子善的命令 顿时化作一道道流光 从不同方向合击纪宁 可纪宁却是施展开凤衣顿法 直接迎接了其中一个 肥头大耳满脸胡须的大汉 那大汉手持大锤 咻 剑光一闪 那大汉整个人便直接翻滚着跌落在地 捂着胸口抽搐着 鲜血也染红了地面 一个照面 金银的剑便已经刺穿了他的心脏 小娃娃 鹰沟鼻男子是怒喝而来 一道剑光便直接将他的脑袋削掉了一半 当场毙命 吓得第三个仙天生灵老者 脸色大变 直接爆退 无尽火焰降临瞬间更是连杀两名闲天生灵 吓退一名闲天生灵 这让那六名男女彼此相视 脸色难看 好可怕的速度 剑法远超我等任何一个人 难怪能杀大师兄 一个个瞬间明白 即便他们一用而上 恐怕也是一个死字 而此刻的金银却宛如收割生命的死神 一边用无尽火焰烧死那些蒲丛 他本人则是猎杀那些先天生灵 脖子上麾下算上蒲丛 灵兽弟子足有十余位先天生灵 蛟龙盗兵 六名男女中最小的俊美少年忽然立声吼道 蛟龙盗兵 其他五个师兄师姐们也立即明白 个个怒喝起来 同时他们提表很快就出现了一黑色的甲铠 六人接近穿着黑色甲铠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一时间整座大山都仿佛动了 这座大山其实早就被已经挖空了 除了主要的山腹之外 还有其他大量的小一号的山洞 毕竟这里可是有百万凡人在这受尽折磨 能安放百万凡人 可见山洞有多少 嗖嗖嗖嗖嗖 就仿佛天上下雨似的密密麻麻 一个个山洞中开始冲出一个个身着 深绿色甲铠兵位 每个兵位甲铠身上都有着古老复杂的符文 引动着天地的力量 道兵 记宁面色一变 看着远处山壁上成百上千洞口月下的大量兵位 一眼就辨别出是道兵 而且是比我既是吃甲胃更加强的道兵 记宁眼界是何等高 自然能感觉到这些道兵的甲铠的符文 引动的天地力量更加让他心惊 足有上万名道兵从天而降 还有数十名穿着黑色甲铠的先天生灵道兵冲出 杀 能杀多少杀多少 记宁明白绝对不能任由他们联合起来 当即双一阵 犹如一只大鹏鸟直接窜到进异理地外 而那些道兵们毕竟几乎都是后天 速度要慢得多 全部死吧 因为中毒 脸上有着一些红点的记宁完全疯狂了 一瞬间滔天的火焰和无尽的冰霜瞬间降临 疯狂席卷向两个方向 纪宁已经是竭力去操控水火了 小心 杰阵 上万名各个方向的道兵 每九个就联合 引动天地之威 隐隐在他们身后上方出现一条龙形虚影 面对炽热火焰的焚烧和极寒冰霜的袭击 杰阵的倒是大多勉强扛下来 没有杰阵的则是瞬间毙命 特别是在火焰冰霜中间的 一炽热一寒冷交替 即便杰阵也是毙命 蛟龙大阵 十余名身着黑色夹凯的先天生灵 也欲要冲进大阵 不好 纪宁在水府当中 可见过九名先天生灵使用盗兵夹凯的 其会眼睁睁看着这十余人得逞 水火莲花 通通黏死 纪宁一瞬间形成了足足九处水火莲花 笼罩向其中九人 水火莲花凭空出现 一火连夜 一水连夜 一上一下 反方向旋转碾压 呃 那名肩膀上有着蝎子的女子尖叫着 就直接被绞杀成碎片 快 结阵 即便他们一个个想要结阵 可依旧笼罩的九个人中 有六人惨死 其他三人重伤 这让其他的先天生灵们各个心中大惊 这手段也太可怕了 距离那么远 竟然同时灭掉了六名先天生灵 一般先天生灵都是没法近距离攻击的 因为无法驾驭法宝进行远攻 人也是倒霉 他们不惧既宁操纵水火 可没想到既宁施展出蕴含道之真意的水火莲花 如果他们事先知道 事先准备好一枚护身道服 就不至于瞬间毙命了 结阵 俊美少年身上的黑色甲铠 顿时浮现符纹 同时 牵引了那大量的普通道兵身上的龙形虚影 勾连起来形成一体 转眼 俊美少年就和一千枚普通道兵连成一体 身后上空出现了一条蛟龙虚影 结阵 结阵 一个个先天生灵都立即和盗兵联合 有的引动一千 有的引动五百 虽说最大可引动一千盗兵 可毕竟之前被济宁杀的是太多了 可惜盗兵死了 不足九千 否则 何而为一化为蛟龙 轻易便能斩杀了他 只见一条条蛟龙虚影出现在半空 足足有八条蛟龙虚影 正是由八名先天生灵和数千盗兵联合而成 即便无法化为蛟龙 他也得死 在山底深处的密室之中 那古朴大顶中那绿色火焰的灼烧下 血红色的布帆正悬挂着 大量的厉鬼在无声嚎叫疯狂厮杀 博子扇正盘膝坐在那 脸色阴沉无比 这个叫济宁的 竟然破了我的大阵 博子扇是又急又怒 他本就是一路潜逃 欲要炼制出强大法宝翻身的 如果没有大阵隐蔽 根本是无法藏身 而且还有大量的厉鬼 没有炼化入翻 他现在正在竭力的操控 想要停下来 宁愿舍弃大量的厉鬼 可是 这种在无尽罪孽中孕育的法宝 炼制时 本就是无比的危险 一不小心 就会遭到反食 必须小心翼翼 即便是要停下来 也是要将那些 未曾炼化的厉鬼 一一灭杀 最终才能停下来 如果是强行瞒来的话 只会遭到反食 要停下来 需要时间 主人 倒兵不足九千 在山腹内的一名 灵兽化为的男子 正焦急地喊道 什么 正在强忍住焦急的博子扇 听到上方自己的灵兽所说 顿时大急 倒兵不足九千 不足九千 根本无法合而为一 化为蛟龙 以那个济宁的实力 完全能逃掉 而那血红不翻 忽然震动起来 无数厉鬼 正疯狂地想要挣脱 不好 博子扇是强忍着焦急 他知道如果一旦失手 厉鬼反扑 恐怕的今天就得死在这儿了 当其博子扇手中就出现了一个小袋子 仿佛是一个锦囊 小袋子凭空飞出了一条黑色的棺材 棺材轰隆一声 落在了地上 棺材板直接掀开 一股让人心惊的气息 弥漫开来 只见一掌满了黑毛的大手 抓住了棺材板岩 随即坐了起来 这是一有着泛着绿光眼瞳的黑毛僵尸 黑毛僵尸落在地上 身体周围都环绕着肉眼可见的黑色雾气 那黑色雾气就是尸煞 这黑色尸煞 即便是先天生灵 一旦吸入 都会被毒死 这一具僵尸也是伯子扇的压箱底的手段之一 乃是用一名子府修士的身体 辛苦才炼制成的 去吧 杀死他 伯子扇下令 僵尸是非生非死 黑毛僵尸这一层 已经有了一定的智慧 这头黑毛僵尸 也认识伯子扇的弟子们 自然能迅速辨别行使 明白敌人是谁 黑毛僵尸已经可与子府修士相比 很是危险 黑毛僵尸低哼了一声 脉步便出了去 一跃便直接跃出那近百正的深度 青夜鸟和黑蛇正在高空中焦急等待着 他们可是奉命来找纪宁的 可是之前黑蛇喊了足足三次了 却没有丝毫的回音 公子难道不在这一带 黑蛇是焦急万分 黑哥 看下面 青夜鸟口吐人言道 黑蛇连忙朝下看去 只见下方原本平静的大山 竟然突兀出现大量穿着甲铠的盗兵 冰霜笼罩 火焰焚烧 那些盗兵和先天生灵盗兵 硬是结阵形成了八条蛟龙虚影 蛟龙虚影产生的威压 让高空中的青夜鸟和黑蛇都为之大惊 盗兵 数千盗兵能联合 青夜鸟黑蛇都被吓住了 在燕山的各大霸主是没有这等手段的 也就驻扎在南山城的大夏王朝军队 才有这种手段 那威士 我们俩上去 恐怕也会轻易被灭杀 看 静宁公子 只见了数千盗兵的前方 出现了一个有着无尽疯狂气势的兽皮少年 正是静宁 静宁公子 怎么能抵挡这数千盗兵的联合 静宁 快逃 黑蛇在高空中焦急的喊道 在山腹内被绑着的一个个先天生灵 也正焦急的忐忑看着外面 外面的火焰冰霜也让他们为之心惊 静宁公子 那子府修士正在炼制邪恶法宝 暂时无法分山 快逃啊 蒙鱼是焦急的喊道 静宁 快走 吃了就走不了了 静宁 也是沙哑的嘶吼道 快走 快走啊 济世的一个个先天生灵们都是焦急的喊着 他们被困了这么久 经常听到那些人议论 也看到一些厉鬼 钻入了山底深处 明白在山底有一名子府修士正在炼制无比邪恶的法宝 一旦这对方腾出手 那还了得呀 什么 数千盗兵联合 这群被绑着的先天生灵们 忽然看到那些被火烧被冰霜冻结的大量盗兵 竟然节阵形成了一条条焦龙虚叶 他们仅仅能窥视到部分 可也为之心惊了 快逃 快逃呀 济宁 快逃 一个个焦急万分 听着上空黑薄的焦急喊声 听着山府内被绑复的蒙鱼师傅 纪无欲 瓦穷 纪善等人的声音 早已经中了巨多的纪宁 不由得更加疯狂 逃 为什么要逃 逃也是必死无疑 如果能拼死 杀了那子府修士 反倒有一丝生计 杀 纪宁看着眼前的数千盗兵 毫不犹豫 祭出了自己最强的杀招 嗡的一声 只见三百余口剑气法宝 凭空出现在纪宁周围 每一柄剑气都隐隐有着蒙蒙白光 同时也勾动着天地之威势 如今纪宁在阵法上成就提高后 连施展小千剑阵也明显的轻松很多 不像过去那般死基硬被般的控制 而且懂得了些许奥妙 懂得阴势力倒 那是什么 剑气怎么能飞 飞行的法宝 数千盗兵中的八名先天生灵都蒙掉了 看到这数百飞剑都悬浮着 他们几乎瞬间就想到了 子府修士 至少得子府修士才能操控法宝飞行 这几乎是已经成了一个常识 而现在这个少年竟然驾驭了法宝 他们哪里能想得到 既您在神魂上已经达到了神念层次才能做到这一步的 是子府修士 若然是子府修士 那少年是子府修士 已有先天生灵盗兵凄厉的喊了起来 死吧 季宁却是瞬间操控身前的吞吐的剑芒 咻 那一道吞吐剑芒 立即划过一道无比优美的曲线 在半空中留下凄美的诡计 轻易的便穿透了那俊美少年的胸膛 俊美少年是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子府 子 父 他即便死 也是无法相信 不 魁武的汉子刚叫一声 就直接被剑芒给刺穿了 他们的盗兵大阵 毕竟没有真正合成一条蛟龙 而只是分散成八条蛟龙虚影而已 每一条蛟龙虚影 是一名先天生灵盗兵和数百乃至一千的后天盗兵结合而成 单单论防御 其实还不及那水府第二关的九名先天盗兵的联合 既您即便是近身战斗 凭借滴水真意都有赢的可能 当然 那样会战得非常吃力 并且要面临围攻 可是现在 凭借小千剑阵第四层 那可是子府前期修士使用入阶法宝的威力 即便对方有九千盗兵 九名先天生灵盗兵联合化为蛟龙 既您都有一战之力 更别提现在对方只是一盘散沙 当真是砍瓜切菜了 子府修士 是 是 是子府修士 一缕剑芒划过一道优美的曲线 便贯穿那八名先天神灵盗兵 任凭这八名先天生灵盗兵如何逃 可他们的速度和剑芒一比 差了不知多少了 即便周围有后天盗兵帮忙阻碍 那些后天盗兵也是直接被展开了而已 是 是子府修士 子府修士 一声声淒厉的惨叫响彻了整个大神 这些先天圣灵盗兵们有着冲天的怨气和不甘 他们没有想到 这一个叫纪宁的少年竟然会是子府修士 让他们和子府修士对杀 他们死得不甘心 早知道他们根本就不会出来 什么 这 高空中的青雁鸟和黑蛇都看得目瞪口呆 下方的纪宁操纵着数百剑气法宝悬浮 并且凝结一缕剑芒横扫四方 那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力量 就仿佛先天屠杀后天一样 那一道剑芒就轻易地斩杀了八名先天圣灵盗兵 那八名先天一死 自然那些后天盗兵们就无法结成大阵了 纪宁他 他是子府修士 从小看着纪宁长大的黑蛇也有些懵了 连之前在山府内交集让纪宁逃跑的盟鱼 纪乌玉 纪善等人一个个也都懵了 从他们这个角度看不到纪宁 可是却能透过山府洞口看到外面大量的盗兵 他们亲眼看到那些穿着黑色夹铠的盗兵 也就是先天盗兵 被一道无比耀眼的剑芒轻易穿透 一个个先天盗兵都身死倒下 而且这些人死的时候还一个个凄厉悲愤地喊着 子府修士 是子府修士 是子府修士 孟宇等人 包括燕山其他势力被抓的这些可怜先天生灵们 都是有些发懵了 难道除了纪宁 还有另外一个子府修士杀来了 而就在这时 砰 一道黑影 从那已经打开的黑油油洞口中一跃而出 他那绿色的瞳孔 更是扫射了山幅内那些被绑复着先天生灵一眼 在山幅内还有一些未曾参战的普通捕从 有两个倒霉鬼因为之前距离洞口不是太远 这黑毛僵尸一出现身体周围环绕的黑气尸杀 侵袭了这两个倒霉鬼 这两个倒霉鬼扑从没有成为道兵 自然很一般 被尸杀一侵袭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很快整个人都化为了一滩水 黑毛僵尸却已经是直接一步迈出 出了洞口 公子小心 孟瑜是焦急的喊道 孟瑜看着那些先天生灵盗兵被斩杀后 便收了三百余口剑气 自己毕竟只是先天生灵初起 体内的先天真元不够浑厚 如果操控数千剑气 恐怕一次性就消耗光了 如果这三百余口剑气 也就能施展十次而已 自己真正的对手 是那个真正可怕的子府修士 一声怒吼响起 远处一道黑影飞扑而来 难道是 是那子府修士 孟瑜一法宝一阵 立即划开一道弧线 避让开来 那黑影也轰的一声 砸落在地面上 令整个地面都出现了 一组有十丈余大的深坑 看得季宁面色都是一变 黑毛僵尸紧盯着季宁 身体周围更是环绕着黑色雾气般的尸杀 这家伙的力量好大 速度也好快 季宁为之震惊 甚至让他联想到水府当初的第三官那个黑毛怪物 不过 这黑毛僵尸给季宁一种邪恶晦气的感觉 且身体周围还有黑色雾气 而当初的水府第三官怪物 却是没有 杀 黑毛僵尸盯着季宁 再度冲向季宁 季宁法宝双翼震动 犹如鬼魅 一次次避让 虽然都避让得颇为艰险 可还是能避让开来 偶尔手中的北冥剑 也刺在黑毛僵尸的身上 却仅仅留下一道白痕 这家伙和水府的黑毛怪物看似像 力量大速度快 身体坚韧无比 不过实力却要差着很多 季宁一交手就发现了 眼前这黑毛僵尸对力量的运用很傻 而在水府中的黑毛怪物却是有灵魂的 不管是步法还是长法 看似简单 实则玄妙 想躲都没法躲 连入微境界都算不上 肯定不是那子府修士 我所中居多的解药 很可能在子府修士身上 他现在没出来 一定分不开身 必须抓住机会 尽早铲除 季宁明白 那子府修士没出来 肯定是有苦衷 必须趁他病 要他命 季宁伐宝鱼一阵 划过一道曲线 必让开那黑毛僵尸 黑毛僵尸嚎叫着 欲要追杀纪宁 可施展风衣顿法的纪宁 哪里是他能追上的 纪宁 一道阴冷间隙的声音忽然从腹中传来 纪宁一眼就看到山府的地面 黑油油的洞口旁正站着一名穿着宽大黑袍的男子 这男子长发披散着 脸色更是苍白 没有血色 一双绿油油的毛子比之前的黑毛僵尸更让他心惊 脖子扇扫视了眼周围 看着那凝结冰霜的一片区域和烧的焦化的一片区域 那大量的死尸 特别是一个个众多死尸中那先天生灵盗兵 更是让脖子扇心都抽搐了 他心疼啊 这些可都是他的手下呀 他要炼制那罪孽中孕育的法宝 也需要让大量手下去折磨一个个人 更需要一些强大的手下去抓先天生灵 都毁掉了 脖子扇看向纪宁 目光中满是阴呢 我的弟子扑从都被你杀光 我许久积蓄的大量厉鬼培育许久 即将攻城 也是你逼得我停了下来 我脖子扇竟然会在你这小娃娃身上吃这么大的亏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会好好的感谢你 让你尝尝魂魂魄被折磨的滋味 是紫府修士 他是紫府修士 那数千名盗兵中还有不少在惊恐的吼着 你是紫府修士 脖子扇盯着纪宁 他的那件邪恶法宝 毕竟只是半成品 这次也因为纪宁的缘故被迫中断 单单凭那件半成品的法宝 脖子扇在紫府修士中 也算是顶尖的了 可按照他听到弟子们议论的 这个纪宁仅仅是纪室内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这个纪宁仅是纪宁仅是纪宁仅